因為我們現在變三個按鈕 變成說你要按一下它才會做一次 按一下做一次 然後另外的話 我又希望能夠有個清除的功能 按一下可以把它清空 那我希望大概兩個按鈕吧 第一個按鈕是可以把這三個整合在一起 你就要產線人員好了 OK 那第二個是把它清除 所以假設我又希望說能夠寫出這兩個按鈕該怎麼做 那我們先來完成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先寫清除好了 怎麼樣可以 比如說我今天清除怎麼樣把這三個清掉 那當然如果你要寫個清除 你大概第一個在這邊加一個sub 然後按鈕叫清除好了 OK清除 好 然後 那怎麼清掉它 其實很簡單的方法現在蠻直覺的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你就可以跟它講哪個儲存格裡面 資料把它清掉 清掉的話很簡單 就是裡面就放什麼 這個把它複製 Range 1 我們好像有幾個 1應該是1 2吧 然後呢 裡面的話就給它空的 這樣都清掉這一個 那如果你要清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複製 然後這邊改成15 清掉第二個 然後如果要清第三個的話 那一樣嘛 就是顧名思義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把資料清空 反正就是指向哪個儲存格 後面就給它 等於 兩個雙銀扣 裡面就是空的 那意思是說把裡面清空的意思 所以如果清除的話 就是這樣子 清除 OK 有沒有三個都清空了 有沒有 一個兩個三個 這樣應該蠻直覺的吧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另外第二個按鈕 所以這個清除寫完之後一樣嘛 你如果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那這邊當然就有個清除 不過我希望再多一個什麼 產線人員清除再放下面這邊好了 所以重新指向它 然後把它指向清除 那這邊就有個清除了 OK 所以清除有了 那 另外的話 第二個是說 剛剛按三下 一 二 三 然後再清除 我希望呢 不要按三下 按一下就好了 按一下這三個 就是同時之行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第二個的話 我如果希望呢 再增加一個按鈕 你放在下面這邊好了 它的名稱叫產線人員好了 反正這個產線人員就是把 一二三 三個SARB 讓我同時執行的話 那我可以先在這邊複製這個 SARB產線人員 OK 把它貼到這邊 然後面沒有東西 Enter 意思就是說 我一次要同時執行三個的話 那怎麼可以讓它 一二三 不要按三下 按一下就好了 那很簡單 如果你假設呢 希望三個SARB 被同時執行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呢 建一個整合的一個SARB 那只要再加一個叫Core的一個敘述 Core Core的話就呼叫 呼叫哪一個呢 呼叫這個的名稱 哪個名稱 SARB後面這個名稱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Core的後面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是Core 這個 空格 這個嘛 然後 偷懶一下 其實這邊 再複製第二個 總共有三個嘛 所以你就Core三個 三個 然後呢 分別把它的名稱 把它貼到那個Core的後面 這個叫 產線人員 產線工資 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OK 那它就會 用Core的方式就是 它執行的時候呢 就會先呼叫第一個 再呼叫第二個 再呼叫第三個 我按F8好了 Core 有沒有 它就會先跳到這個 產線人員數量 然後再執行 因為 它跑很久 雖然把它執行 有沒有發現 一二三 它就先Core第一個 然後再跳第二個 跳第三個 所以以後 如果假如你 寫了很多個的話 你全部把它串一起 所以以後你要寫複雜的程式 其實你不用一下 想那麼複雜 你可以把它拆解 有沒有 先做第一件事 再做第二件事 再做第三件事 可能你有很多事 要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寫一個整合就OK 所以 我們再寫一個什麼 產線人員的一個 整合的程式 當然最後我一樣可以在這個地方增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拿這個來複製貼到這邊好了 然後把這邊 這個按右鍵重新指定 指定叫產線人員 名稱的話一樣 就是直接把它改一下 OK 重新指定它 好 這樣就搞定了 清除三個一起清 產線人員三個一起出現 有沒有 這樣的話其實就OK了 所以你說老師 那好像上面這三個是多餘的 怎麼辦 沒辦法把它刪掉 刪掉 不過我發現好像同學 不會選按鈕 如果你要選按鈕很簡單 幾個方法 就是你按右鍵可以選 如果你要刪 你說右鍵沒有刪除 你可以剪下 剪下不就等於 當然這個是取巧 如果你真的要刪除的話 教各位比較正統方法 第一個 先按Ctrl鍵 Ctrl鍵按住之後再去點它 Ctrl鍵按住 點第一個對不對 再點第二個 再點第三個 然後如果你三個都不要 按Deliz OK 記得喔 如果你要選按鈕 要先按下Ctrl鍵 再去點選按鈕 就可以刪掉了 再來就把這兩個 移上去好了 如果你要移上去的話 記得一樣按Ctrl鍵 然後再選這個跟這個 然後把它移上去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 剩兩個了 這樣好像比較清爽 按一下 OK 大概就是增加這兩個按鈕 本來是三個 最後我們把它精簡成兩個 這樣的 這個等於是 把剛剛那一件事情 同時做完 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所以第一個 先寫清除 清除應該很好理解 反正後面就放 就是哪一個儲存格 把它清掉 清掉清掉 最後再增加一個清除 第二個是產線能源 產線能源就是用Ctrl Ctrl第一個 Ctrl第二個 最後再產生一個按鈕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一個 對應到這邊 這一個 對應到這邊 這樣就OK了 只是說 我是比較擔心說 同學對於那個 按鈕部分 比較不會 等一下 我的按鈕 它不見了 那我要重來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記得如果你要選按鈕 記得先按Ctrl鍵 Ctrl鍵按住 然後再點點點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 我只需要按鈕 這個 用不足的 那 可以 Sick